好的 继续来关注元旦假期出行 假期第二天 伴着冬日暖阳 海南不少景区继续升温 客流增加 为了让游客尽兴安全的游玩 很多景区加强了防控部署安排 今天一大早 海南省博物馆门前 不少游客正排队等候进场 戴口罩 测温 查验身份证和二维码 每道程序都不能少 游客还需要在一米间隔黄线上 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记者了解到 海南省博物馆 采取网上预约和现场订票 通过这样的方式准确地控制客流量 4A景区的话 最高峰值是8000人 那现在根据这个要求不超过75% 所以我们每天的控制人流是6000人 我们像昨天的话是将近4000人 所以还没有达到峰值 今天会估计会达到4000多到5000 也总体上也达不到这个峰值 而在控制好整体客流人数的情况下 每一个展馆同一时间的游客量也要进行控制 比如眼前的这个800平米的敦煌文化展厅 同一时间最多能容纳100人 一旦超过这个数字 工作人员将会引导其到其他展厅 采取分流的形式进行防控 而除了室内景区外 户外的景区同样需要进行防控 在海口万里园的三个入口都设置有安检点 每一个游客进入前都需要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 测量体温的时候要进隔一米测量体温之下 不要用堵在一起 他进来一个 我们测量一个就登记一个了 体温高的就通报给他们 记者了解到 万里园的游客最高承载量为50万人 按照不超过最高承载量的75%算的话 最高一天不能超过37.5万人次 而目前 万里园这两天的日平均客流为5万人左右 远没有达到峰值 而为了做好防控工作 很多户外景区会建议游客佩戴口罩 大多数游客也都会自觉地佩戴口罩 做好的话是自身的防控 对自己 对别人是一件好的工作 直播海南 记者报道